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概率会亮下 到时国内观众又有机会看到水花消失数了 在东京奥运会上 来自广东湛江的小姑娘全红蝉 在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 跳出了三个满分 最终以打破历史记录的方式夺得冠军 而全红蝉本人也凭借惊人的表现 在国内以火箭般的速度走红 随后不久 在国内举行的全运会赛场上 她又凭借出色的发挥 帮助广东省队夺得两块全运会金牌 短时间内连夺三块重量级金牌 让全红蝉的热度持续上升 而她也成为国内体坛数一数二的当红运动员 所到之处皆为焦点 所以当奥运家儿们访港的消息出来后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全红蝉 毕竟身为广东人的全红蝉 在香港的受欢迎程度同样非常高 很多居民都盼着全红蝉 能够进入防港名单中 不过由于要坚持训练 全红蝉最终非常遗憾的 无缘最终的大名单 不过虽然全红蝉未能前往香港 但是这份大名单里面 同样是星光闪耀 有苏炳天 马龙 徐欣 孙一文等 人气很高的奥运健儿们 全红蝉很遗憾没有进入防港名单 但她在训练之余也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大家都知道 全红蝉出身于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 经济状况很不好 在东京夺冠后 她都表示要用夺冠的奖金给妈妈治病 而这一次她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她获得了曾献子体育基金会的奖励 约45万元 据了解 香港富商曾献子先生 于2008年设立了该体育基金会 用于奖励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 至2020年东京奥运会 共四届奥运会的内地金牌运动员 近日 该基金会在国家体育总局 进行了颁奖仪式 由基金会的现任理事长曾志明先生 为到会的奥运健儿们颁发奖金支票 共计2520万港币 而在这个消息之外 央视还给全国观众带来了一条福利消息 据央视报道 12月中旬 国际永联将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 组织一场跳水表演赛 而全红禅等世界级跳水名将 大概率会出现在跳水赛的现场 在全运会后 国内观众还没有见到全红禅上演水花消失术 这一次 在没有比赛压力的情况下 全红禅或许会有更为精彩的表演 这对于国内观众来说 确实是大宝眼福的好机会 请不吝点赛